非常小的區域都畫出來 我們的日照時數 提供給想要做 裝置太陽能發電的人 我們還不用談到風的場域 是不是做微型的小地圖的供應 但是我們覺得至少 台灣政府可以做的很多 不要講說Big Data 我們只要Small Data 把它公民的揭露 如果這些資訊是不存在的話 我覺得你 我們今天在這邊空談了這麼多 我們需要的政府是把更多的資訊 做區域性的小的 讓人民可以參與 那至於說一人一千瓦 去年碰到最大的困境還是 小型的太陽能板裝置碰到 你要有三個核可 一個是能源局的 一個是台電的合約 這兩個審核 另外一個是地方的監管處 那地方的監管處的工作人員 其實他碰到這樣子的時候 其實是也通常都是一個 他不是在刁難 但是他沒有承辦的經驗 所以還是保守的估計 所以我相信所有的困境 都是在於怎麼去做水平跟地方 跟中央的法規跟執法的這個窗口 他如何把這個程序變得再友善一點 那我覺得這個才是讓其他人想要 在今年或者未來發起真正的公民 共同投資 小型的中型的電廠的時候 我們需要的一個法律跟執法 跟上面的一個supporting 我們需要一些supporting的機制 使人民友善 好 以上 對不起 我再補充一個 我覺得我們台灣最缺乏的另外一個立法 或者是修法 是在於要求所有的新建築 應該要有能源效率 我們這個東西的立法 大概是落後其他國家30年 比中國還落伍 那我們談了這麼多 我們最基本的新住宅 這些財團或者也好投資型的蓋房子 竟然沒有把能源效率 放到新設置的房設的必要的 我覺得這個是太丟臉了 我覺得台灣在GDP思維之外 我覺得能源自主 應該把被動使用太陽能 或者是這個能源效率 應該列入最優先的修法 以上 好 謝謝 而且我想我們要推動公民電床 除了修電列法以外 還要修合作設法 這當然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不過那個房屋的能源效率的問題 事實上我上去德國考察回來之後 我就想推這個叫做能源護照 然後就講講講了多少年 在這個內政部的建築研究所 然後李鴻元當部長的時候也講 每次一段話都講 每次都說好 結果現在我的能源護照還沒有 那定能源效率 所以我們今天正在協商那個 文石齊里檢量法 工商總會就一屆 不過我跟大家報告好消息 應該這個會議器有辦法 應該啦 目前大概還有幾個委員 在一些比較小的條文上面 在溝通一下 也許可以二三度 不過這個 我們 我有一個預感 我們的那個合作設法 會比電業法更早修過 好來 剛剛 來 來 往前 主席 各位先進 我是太陽電系統工會 我先進 是這樣子 我們現在目前在國內推動太陽電 發電系統的時候 遇到應該是說 比較大的困擾是說 其實這公民電廠 投資都是我們業主自己搞出來的 後風力發電機 也是都業主自己出的 所以實質上 我們是希望說不用拿到政府的補貼 但是呢 現在遇到的就是說 在這個電業法上面 就是說它現在就是速廢電 所有的發電業 都還沒分割出來 所以基本上 我們面對的就是台電 那我也是覺得蠻奇怪 因為在這電能力法 我們是跟政府這邊 是做對談 怎麼弄到最後 我們去跟台電再簽約 那台電在這邊 當然這個也不是他們的主管的業務 他是配合能源局這邊來辦 所以說呢 就會弄到說 有時候我們要去簽約 或是要去在病年審查的時候 就遇到很多有了沒有的問題出來 那當然啦 在這個月好像聽說了 法式月底還是下個月 台電這邊就是會有50K以下 就是美收幣王的 這是一個很大的福音啦 只要說業主配合的的話 你要幣王 台電都會來支持啦 好 那現在話再說回來 公民電廠的話 如果今天我發的的電 所以我要自己用 那當然是OK的 如果我要賣給 比方說我要賣給隔壁 或賣給那個別的縣市 那這個目前就是像剛剛 那吳磚語講的電業法是不許可的 所以這個公民電廠 如果要推下去的的話 可能電業法上面是真的要有所突破 我們才能夠再繼續講下去 否則你現在我們一直投資下去 還是要經過台電的這些 所謂的管道 那其實我是認為說台電也不是要阻撓啦 因為現場管理就是這樣子 所以要怎麼做 可能是真的這個是 剛剛我們王老師也講啦 改曹換代的用 因為這個態度很重要啦 這個主政者的態度很重要 他如果願意做 我相信什麼問題都能克服啦 包括說以見方面啊 什麼的這個 只要上頭 只是交半下來要做的的話 我想下面應該也是會 會順的這個 這個民意把它推下去 那我要報告的是說 我們民間業者也很努力 大家都一直在往這方面 COVID電廠在走啦 那現在就期待就是說 看中央或是電業法的 會讓它盡處的修正或通過 把這些最後的一里路啊 這個路障把它拿掉 因為實際上太陽呢 他也輔助兼工用電 也非常好的一個工具 這我想大家都知道 尤其台電他要去 在監方的時候要去 啟動這些所謂 氣燃油的這個發電機 一度電可能相當於十塊錢 我們現在的收購電價 太陽能最高 四塊五塊 風力發電剛剛更不要講 兩塊三塊 其實這個都已經相當有競爭力了啦 所以這個可能電業法上面 要看怎麼樣去突破 還有一點就是說 智慧電網 因為你現在我發的電 到底發了多少度 或者是說我隔壁的 他要買電 假設他要買綠電 我們綠電當然有兩種啊 核能也算是綠電 目前在證明的解釋是這樣子 但是如果我只是說 比較狹義的解釋 我是要把核能排除在外 或者是我只想要選擇太陽奶的話 目前這樣子好像也沒有辦法 就像剛剛吳傳也講的嘛 這是一個大水庫 電進來就是都在這個水庫裡面繳 但是如果要怎麼樣去區分 可能就是智慧電表 這個Smart Meter 是不是能夠說 我現在發了多少度的電出去 或者說我這個用戶 要用了多少度的電進來 是不是唯一能夠 有這樣子的一個關卡去卡他 但是現在好像前一陣子 台電的總經理也說 這個智慧電表 Smart Meter是推不動的 我也搞不清楚是什麼原因 因為發了好幾千億下去 結果是這樣子的一個答案 好像也蠻奇怪的 因為你這infrastructure 基礎建設沒建起來的話 這工人店長來 大概要推也是蠻困擾的 以上 謝謝 我想我補充一下 核電在我們再生委辦條例裡面 不是綠電 勉強 很多人反對 不過勉強 可以偷偷的講說 它是低碳能源 但是事實上不是綠電 因為它的核廢料太恐怖了 我們再幫他回應一下 先回應一下 我回應一下 因為有幾個可能我怕有些誤解 第一個 我們所謂的綠電 包括我們現在推的Green Power 是指 我們現在用Toco在裡面發營條例 買到的那個PV跟風力發電 絕對不是您剛說的那個 好這個絕對要澄清 好這第一點 第二點 您可能對Smart Grid的那個期望太高 我想現在技術還沒辦法把你的電 把它分離出來 所謂分離出來就是說 實際上你拿到的電流 進到電力系統以後 它都是電 那至於你財務流是怎麼樣 全世界都是財務流跟電流是分開來的 那除非是你自己拉一條專用線路 從你家拉到隔壁 那現在這個是不允許的 那以後如果職工的話 所謂職工就有這個好 就是說 比如說我家 我住在台北市東區 我有個PV 那我在萬華有個客戶 我如果自己有辦法 可以拉一條線路 從我家拉到萬華 那這個行為是允許的 但是在線型電線法是沒有這個行為 您了解我的意思嗎 就是說所以Smart Grid 不能達到您剛說的那個期望 好以上 吳主委員您講的沒錯了 這個我也理解 但是現在我就提一個簡單的問題 就像Google來說 他知道我們台灣的電力很便宜 他現在彰化張濱那邊 設了一個那麼大的 那個Center在那邊 他號稱他要綠電 他買不到 那這個的話 如果照您的檢視 你說我們的綠電 現在在賣的這個綠電 沒有含核電 當然那個主席說的對 這可能是低碳 但是是不是綠電 在戰車能源法理 因為他不是我們的綠電 那人家為什麼不買 好你說要職工 沒錯這個就是簽了到電業法的問題 那那個我想速配電 這個是不可能國家會放出去的 所以這個你說要職工 我想這個也是很難很難很難 唯一就是說發電法跟送電法 那如果你不用這個Smart Meter在這邊卡 你說要簽專線 那那專線就不會有所謂 就是你很簡單的去算說 你用我多少度電 我發多少度電 所以這個再把它拉回來 如果你在Smart Meter裡面 你如果有統計的這些數據 目前我們在戰車能源 我也覺得很奇怪 我們發的電 因為你剛剛說這個風電 太陽能到底發了幾度電 我想我們台電也不曉得 因為為什麼 我們數位電表的數據 沒上傳上去 是這樣子嗎 不是 我想你有些誤解 那個剛剛 那其實我要回應 剛剛有一位先進在談合作社的事情 那我們現在正在推 我們希望把就是相關 在戰車能源發的電的那個相關資訊 我們盡量去做揭露 好讓大家知道 好就是說說 到底在那裡實際上發了多少電 那但這個事情 我們還在進行當中 所以我想你把幾件事 可能都混在一起 我私底下再跟妳解釋一下 好來那個 我們現在已經是4點42分了 那因為那個如瓶跟我講說 我們原先預定是5點3會 所以我們這個 我先回應一下 然後再問一個問題 然後我們再讓這個 因為今天 所以施錫琳老師來了 我這裡 施老師好客氣 坐在那邊 謝謝他監督我 每個人在那裡 我跟他報告一下 因為盧倫Peace 曾經來找過我 說那個Google 他們想要買那個綠店的事情 那是這樣子這樣 經濟部的官員就說 可以啊 我們台灣有這個 就買吧 但是Google他們公司的意思是說 他們希望他們自己也可以發綠店 因為他們的全球的政策是說 我如果買你原油的綠店 我就沒有增加你這個國家 或這個地區的綠人 這個意義就變小了 他們希望可以自己發 但他們在研究我們台灣的法律時候 發現一個問題是 他們所發的綠人一定都要賣給台電 然後因為他們不斷在做節能的工作 所以他們突然說 我現在發的綠能 我就設計了足夠我現在使用的綠能 有一天我的綠能會多出來 那那個時候 我還要再賣給台電 那他們就有一個困擾 他們覺得這個法律制 他們在跟世界其他國家比起來 他們覺得是比較阻礙比較大的 鼓勵他們長遠規劃 還有一點就是說 我們發現有一位德國投資的功能公司 就在我們張幣工業區 那他如果直接供給Google的話 那非常非常非常清楚 那就是絕對用到綠能 但是我們電業法沒有修 所以就不能夠直接供給Google 那我為了這個事情 還把今天不早登在中 請到立法院來跟他談說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專案 可以讓台電去做練習 就是說 我但是我還是用的 因為我們長往分離 以後我們綠能發的電 還是要經過國家的那個輸配網 那台電當時就說 沒辦法就是去拉一條這樣子 當然我也很清楚就是說 公務員他就是以法行政 他法長那個樣子 你罵他什麼都沒有用 那所以事實上我還是拜託大家 我們今天開會開了那麼久 電業法的修法為什麼那麼重要 我現在已經越來越清楚 那我們當時為了電價公事 那這個相關單位希望柯建民總召簽 因為這個一定要黨團上的簽資 才不要拿去表決 那表決完以後一定是互相參加 所以那個時候柯建民總召就利用這個機會說 那你就把你們行政院的電業法版本送進來 那民進黨的電業法版本你就不要再打 讓我們有個機會至少可以在立法院這一屆 最後一次機會來討論電業 當然我們電業法整部要通過 就是民進黨的版本是一個比較 也許大家可能還不滿意 但是在現實狀況之下 我們已經把我的理想推到最緊繃 放在裡面 但是我也很清楚不可能按照我們每一條線 我們能夠過幾條 包括我講的傳網分離 包括我講的 就是說我們發煉者可以接工電給消費者 這樣也算不錯了 那所以跟大家報告 請大家利用我們所有所有的管道 跟大家講說當立法院在修電業法 說大家一定要總動員來關心 這個電業法至少要修過那麼幾條 讓我們下一次還是到立法院來談同樣的問題 那當然這個福利社法 我會試著來推推看 那剛剛你講的那個智慧電網的事情 因為王老師請 因為這期不是宣服失敗嗎 那我們會把這個相關單位請來說 到底為什麼失敗 失敗在哪裡 因為之前我們在樓下 在文化晚會的時候就質詢過了 但是事實上就是不不清楚 因為這個每一個都非常的專業 來 王老師 有什麼問題 剛剛談那個問題 智慧電網跟那個電內自由化的問題 其實國際上在推這個利益 我剛剛講 你如果沒有自由化 他全部就是混在一起沒有拖 那你怎麼去確定 然後我們現在政府在推的那個綠色電價 你根本就混在一起 那個跟國際上在推動綠能 採用綠色電價完全不一樣 你如果真的是可以直接去跟那個綠能的公司去買電 你願意多付一點沒有問題 可是現在就不一樣 那這個東西的確就是要整個電內法去修訂 那這個自由化不只是長毛分離 就像德國它是 你這一個電廠可以直接賣電給消費者 消費者可以選擇那個受電公司跟哪一種發電的方式 我的瞭解他們現在有300多種的組合 你可以選 所以你講剛剛像Google 那假設我們今天有一家這個太陽能公司 那麼太陽能發電廠 他直接去跟他買 可以 但是這個一定要去修電內法 一定要電內自由化 那個要徹底的自由化不只長網分離 包括你這個買賣 當然長網分離以後 要有一個這個管制 那一個蘇配電的 這一個系統的機構 那一個這個整個蘇配電系統 如果去負責做這個智慧電網 那才有用 因為智慧電網一個很大的功能 就是讓你這一些再生能源的發電 你多餘了 你可以賣出去 那你不夠的買進來 那個就可以 那另外還有一個很大的功能 他可以去推行時間電價 真正節約能源嘛 那個好處是在那邊 你就可以少蓋一座電廠嘛 但是現在台電你交給台電 台電他多花這個錢去弄 然後他少賣電 他就虧損這樣加嘛 所以他當然跟你講效益不沾嘛 所以這個整個就是牽涉到 你沒有自由化 你電內法不修 那當然不行嘛 對不對 他這個東西 你如果是長網分離以後 由於加這個蘇配系統 然後他去做 把這個東西當成是基礎建設 對不對 那到時候你 你賣電 你透過他的這個電網 他收費嘛 對不對 那 然後他就要負責去 推動這個智慧型的 這個電網跟電錶 那樣子 你要做這個節能減碳很好 去發展再生能源 才有辦法 所以整個那個在 那個 那個電內法的修訂 要徹底的去修 也不是只有說把他 這個長網分離就完了 要徹底去修 那 最重要還是我剛剛一開始講的 今年連明年初的選舉 你要讓國會改變生態 才有辦法通過 否則也是很困難 謝謝 謝謝 我跟他報告 我們反對徹底修 問題是我們只剩一個會期 我第一次說可以修過我講的那幾條 那馬上又借協部聯繫喔 這個借協部訓審整個又退回去 那下一屆誰在立法院 誰在總統國政不在不在不在 就沒辦法把握 那我只是說 我們至少到明年一月底 這會期結束是錢 如果我們電越法可以修個幾條 我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我記得也是我遇到 就滿遠距的關於 我說天啊這個盤盤我 多滿意啊 終於我跟你講 我們電越法 經濟立法 躺了二十年 他都一直縮像高鐵一樣 從台北要開到高雄去 我現在只求能夠開到板橋就不錯了 至少讓我們去離開台北火車站這樣子 那不過我是覺得說 無論如何大家一起 一定要共同努力啦 那我會有長遠的目標 長遠的理想 但是一定要從第一塊磚頭先疊回去啦 那抱歉 最後一個問題來 謝謝 那就舉好幾次手 那我們等一下 不好意思 我也是覺得那個電越法應該要修 因為私營電廠這邊的再生能源的話 他們不能自己發再生能源評證 是很奇怪的事情 還要郊遊台電這邊發 是很奇怪的事情 那關於綠電認購這邊 我有個問題 就關於企業這邊的話 他們如果說去認購的話 他們是可以拿到再生能源評證 但是有個問題是企業他們也想拿到的是 那個碳減量的一個證書 就關於說他使用再生能源的話 這邊是有碳減量的 但是呢 有企業說他們想要去申請的時候 台電說這個東西不是他管的 所以說他就推到能源局 那能源局說 這個碳足機的東西是環保署管的 所以說他們又不能去發這個證書 那我們覺得很奇怪 因為所有這個關於綠電的這個生產 都是由私營的電廠這邊去做的 所以他們應該是最了解所有的 關於這個碳減量的部分 到底是怎麼做 所有的資訊都在這邊 那像國外的話 他們拿到REX的時候 他們也可以去 同樣可以去申請一個 所謂的一個碳減量的一個證書 這兩個是一樣的 是一體兩面的 台灣這邊的話 我覺得在學人家制度的時候 沒有學得很完整 所以這邊的話 關於說未來這個公部門如何去整合 然後共同去合作 我覺得這個部分是可以去努力的 謝謝 好謝謝 那我們請這個歐主 不好意思 那個我們承認 我們當時在設計綠電製作 這一塊真的是 失落的環節 那個是往辦公室已經提醒一個 對 對 失落的環節 為什麼 因為我們基本上台灣沒有那個碳交易的平台 那所以那一塊的部分 我們現在處理的方式大概有幾個構面 第一個構面就是說 因為基本上我們綠電現在是 我們是希望說透過大家去認購綠電 來知道說整個台灣社會 對綠電的那個認同度高不高 如果認同度很高的話 我們的目標還會再挑 所以綠電是我們一個很重要 一個測試整個台灣社會 對綠電的接受度的一個重要指標 這個我們當初的構想這樣 但是我們也承認那個碳的部分 我們現在因為它基本上是一個 我叫做所謂的自願型的方式 所以我們大概幾個構面就是 我們會試著去跟環保署溝通 因為它現在有所謂的carbon footprint 就是所謂碳足機的那一塊 我們試著想要把綠電的 這個碳足機的那個量 試著把它訂出來 那業者在B2C的那一塊 就是business to consumer這一塊 消費段這一塊 它可以運用這個東西 來彰顯它在這個減量的貢獻 但基本上因為carbon footprint的這個標章 現在也是所謂的資源型 所以我們會試著去跟環保署溝通 我們會試著去跟環保署溝通 我們會試著去跟環保署溝通